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卫 这次你去四川文化实习 感觉怎么样啊? 四川真是个好地方 一是景色美 二是美食多 尤其是那儿的火锅 又麻又辣 给我的印象简直太深了 所有去过四川的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感受 除了美食和美景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可爱的大熊猫了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中国给我们那儿的动物园送了一只大熊猫 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我一连三个星期的周末都去了动物园 那这次你可把大熊猫看了个够吧 是啊 那儿有几十只大熊猫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大熊猫 我在那儿看了两个多小时 先看大熊猫睡觉 接着看他们抱自己的孩子 然后按规定参观大熊猫喝牛奶 最后我还跟他们一起拍了照片 四川真是太值得去了 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去 大卫 这次你去四川文化实习 感觉怎么样啊 四川真是个好地方 一是景色美 二是美食多 尤其是那儿的火锅 又麻又辣 给我的印象简直太深了 所有去过四川的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感受 除了美景和美食 还有什么给你的印象更深呢 除了美食和美景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可爱的大熊猫了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中国给我们那儿的动物园送了一只大熊猫 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我一连三个星期的周末都去了动物园 那这次你可把大熊猫看了个够吧 是啊 那儿有几十只大熊猫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大熊猫 我在那儿看了两个多小时 先看大熊猫睡觉 接着看它们抱自己的孩子 然后按规定参观大熊猫喝牛奶 最后我还跟它们一起拍了照片 四川真是太值得去了 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去 第十八课 课文一 印象 形容在人的脑子里留下的迹象 可以用于人或者事物 第一次跟他见面 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川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感受 是指接触外界事物得到的影响 体会 看了这部电影 我有很多感受 特别是关于父母对孩子的爱 另外 我有很多话想说 王老师的讲座 多用于列举 指出原因或目的 这次去上海 一是为了看见老朋友 一是为了见见老朋友 世上最重要的感情 一是亲情 二是爱情 三是友情 我想去四川 我想去四川旅行 一是有很多美食 二是可以看可爱的熊猫 一连 一连 表示同一动作或同一情况 接连发生 后面加数量词 这个星期 一连下了三天雨 接到大学的通知书 他高兴得一连几夜都没有睡好 他一连跑了四五家商店 才买到合适的礼物 先 然后 接着 最后 表示一件事情之后 接着又发生另一件事情 先讨论一下 然后再做决定 先是刮了几天封 接着又下了几天雨 最后终于天晴了 回家以后 他先洗手 然后换衣服 接着开始写作业 按 表示按照某种标准或要求 虽然天气不太好 但运动会按期举行了 这个电影票按每人两张分发 按老师说的去做 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 大卫 这次你去四川文化实习 感觉怎么样啊 所有去过四川的人 都和你有一样的感受 除了美景和美食 还有什么给你的印象更深呢 那这次你可把大熊猫看了个够吧 四川真是个好地方 一是景色美 二是美食多 尤其是那儿的火锅 又麻又辣 给我的印象简直太深了 除了美食和美景 印象最深的 当然是可爱的大熊猫了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中国给我们那儿的动物园 送了一只大熊猫 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我一连三个星期的周末 都去了动物园 是啊 那儿有几十只大熊猫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大熊猫 我在那儿看了两个多小时 先看大熊猫睡觉 接着看它们抱自己的孩子 然后按规定参观大熊猫喝牛奶 最后我还跟它们一起拍了照片 四川真是太值得去了 以后有机会 我还要去 请看大熊猫 上个星期我们去四川进行文化实习,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实习作业,谈了一些我的感受,老师觉得我写得很好。 四川不仅有美景、美食,还有可爱的大熊猫。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中国给动物园送来了一只大熊猫,那时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这趟四川之行,我把大熊猫看了个够,还跟大熊猫拍了照片。